陆古香农会109年度春茶比赛即将展开 茶农们一大早就将一包包的茶样送到农会来 今年共计有5127样登记报名 茶农们运来各款参赛好茶大排长农 农会员工也总动员开设了5个平台加速受力 一步一步的车辆进进出出 主要在这今年比赛茶偷农会来搅交茶样 农会茶业中心广场门庭若市 长农们大排长农准备交茶 农会全体员工总动员开放5个搜查平台受力 从验证报名号次送件交茶 郑重 筛检 要扯 取样子封键 全身迅速严谨通关受肯定 农会理事长陈温一表示 今年由于受到新型冠状肺炎影响 在安全防护方面都依照中央政府指示 只是交茶登记共有5127样 相信在所有茶农的努力下 茶业的品质将会比往年更好 今天是我们109年春茶展社会的交茶的第一天 也是遇到了我们的这个非典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这个安全这个卫生方面呢 都保护得很特色 所有的这个交茶都按照我们中央政府的这个政策来防护测试 使得我们这个新冠病毒呢 我们也要来平均去 所以做的是非常的完美 今天这一次呢 脚茶有5127样 相信呢 这一次大家的努力之下 把今年的这个茶叶的品质呢 都能都提高 因为今年为什么会这个品质都会提高呢 因为以前这个春茶的时候是从冷到热 但是今年呢 遇到了这个三月雪 又有四月雪 所以呢 中期在于我们这个洞顶乌龙茶的品质上呢 今年比往年前几年都品质都提高了很多 所以这是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要来购买的话 尽量的采购 也能够来拼这个经济 常总表示 今年除了双亥之外 所生产的茶叶都非常漂亮 在制茶的过程中 天气也非常好 所以今年茶叶品质相信会很好 今年呢 除了山海以外 但是发卖的茶都很漂亮 这样在做的规定 今年最好天 不是刚才在做茶的气候这么好 所以今年做的品质都非常好 今年较聚的是那个采摘的工人而已 如果一切做的品质比翁年都比较好 秘书林信堂指出 陆谷农会每年春冬两季茶赛 规模斗居全国第一 也是全球之冠 今年春茶生长期天气相当理想 再加上陆谷地区长荣在制茶方面的技术 非常遵守 以及田间管理因素 相信所做出来的茶叶 一定能够满足所有海茶人士的需求 据则成云至陆谷香采访报导